我们转换到一个没有dimension的Q Q是怎么定义 根号αx Q它是这样定义 OK你回家做做看 你已经知道α是等于这个形式 把它开根号再乘上一个长度的单位 你会得到一个完全没有单位的 完全没有单位的一个量叫做Q 这样子做的目的是干嘛 这样做最重要的目的是说 因为我们在探讨的东西啊 真正的大小不一样 所以什么叫大 什么叫小 我们就必须要用一个 这个equation里面所呈现出来的scale 来告诉我们四大四小 我们发现 我们用Q这样子来表示的时候 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好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们第一个式子呢 就可以进化了 把它带进去 它会等于 D平方Psi DQ平方 加上ε减掉Q平方 Psi等于0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其中的ε呢 会等于β除以α 假设你把它展开来 你会发觉它会等于什么 两倍的1 除以h bar omega h bar omega是什么 也是个能量啊 1呢 也是个能量为单位啊 所以全部都消掉了 变成个dimensional list 跟dimensional没有关系的 它是能量的一个比值 OK 到底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这是第五个式子 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了 那就更进一步的呢 我们将它做几个转换 对不对 好 第一个 我们把Shorting Quay equation呢 转换成这样子 第一个是跟x有关系的 这是第一个 其中的α m omega over h bar β 等于2m1 over h bar平方 OK 之后呢 我们再更进一步 我们把它转换到Q去 其中的ε 会等于β 除以α 会等于2e 除以h bar omega Q呢 会等于根号α的x OK 我们把编号 通通抄一抄 所以这个呢 是第一个式子 这个呢 是第二个式子 第三个 然后再来是第三个式子 是这个 这是第四个式子 OK 我们基本上把它操完 好 现在开始 我们如何来解它 在真正解它的时候呢 要做一个假设 当然他们呢 这个假设做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才可以把它解出来 或者我们也要从它的逼近的方式来看待它 好 我们来看看哦 我们现在呢 假设 我们的这个equation perseed 我们一从x的basis 又把它转换到Q perseed Q呢 它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perseed a dot h 的一个Q的函数 我们可以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目的是干嘛 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搞清楚 它有什么特色 因为它是一个 simple harmonic的 的这个potential simple harmonic是什么意思 假如说我们把这边当作x 这边当作v 我们现在v呢 是对称的 二分之一m omega平方 乘成x平方 所以是个泡物形 我先随便画一下 画得蛮丑的 先 嗯 这也丑得太过分了 来 OK 假设是这样 它越远的地方 x越远的地方呢 这个就越高 那你告诉我 一颗电子 一颗小的支点 在这个potential wave里面 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对一个无穷方景 你任何v function 都不能进去 对不对 你进去里面 里面有没有v function 没有 对一个有限高度的呢 potential wave呢 这里面v function 要随着什么 距离exponential decay 随着距离exponential decay 也就是说 只要我能量比它来的低 当位置趋近无穷远处 不管正无穷远 负无穷远 这个v function 通通都要等于你 是不是 所以何况我这个potential wave呢 随着x的增加 它又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那当x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在这里面 v function要等于什么 一定是零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 当x趋近无穷大 xxx在这 存在更好alpha 更好alpha只是一大堆数字 对不对 所以x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q是不是也趋近无穷大 是 那就好像我们写成这个东西一样 我们可以把这边呢 当做一个q 当q趋近无穷大 这个v function一定要等于你 这个是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达到的 对不对 and 这个一定要完成 你没有什么选择余地 假设没有这样子 你不可能进入到 很深很深的材料里头 的这个well的这个里头 这个是potent好大好大 结果你的v function存在了呢 就越来越大 那也不行 那就发散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的趋势 好 假设是这种状况的话 那么我们来看equations 当q变成很大很大的时候 f是什么 只是能量的差值 对不对 这个是某一个值 减掉一个超级超级大的平方向 那我就不要看他了 那是不是第四个式子 就可以简化成为 d平方 pc dq平方 减掉 q平方 pc 等一等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right ok 这个式子 当然你要用一般的解法 可以把它解出来 但是我们要保留一个形式 所以呢 它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 我看看 这个时候 事实上 变得很大很大的时候 它要 变成零 相当于 这个时候 我们只剩下 前面的这个a的 这个部分 就好了 ok 等于hq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先不管它了 那假设我们是这样子 来定义前面的这个 phi phi 那这样子phi 很好定义 然后呢 比较靠线里面呢 我们再加上 后面这个h 不晓什么东西的 函数 那这个时候phi 我们大概可以写成 这种形式 可以类似这个样子 不行你把它带进去看看 这个会是它的解之一 但是假设我们在 仔细地观察的话 这边是一个x exponential 正的 而且跟q的平方 有关系 这是exponential 负的 跟q的平方 有关系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当q趋性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等一点 也就非常进入 里面的时候 这个是v function q应该要等一点 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说假设是这个 你看看 假设q往正的走 是不是q越大 这个子越大 exponential呢 更大 最后呢 发散 可以接受吗 不行啊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我只要人工的 让a等于0 对不对 因为这个 会发散嘛 diverse 当啊q啊 逼近无穷大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 这个比较合理 因为当q趋性很大很大的时候 就代表exponential负的很大 最后就变成1嘛 哦不对哦 变成0哦 变成分母很大很大很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合乎我们的要求 所以呢 我们就将qa呢 写成为 这个形式 b乘上exponential负的 二分之q平方 OK phi就把它写成这个形式 这是我们第七个式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回来一下 所以这边呢 我们又得到一个q 我们呢 应该是说 c呢 可以写成为 它现在是q的函数 对不对 我们假设它是perse a乘上一个hq的函数 这个是第几个式子 大概是第六吧 然后现在呢 我明求出来 这个呢 它只能一个形式 这是第七个形式 这是第七个形式 把第七个带入第六个 7带到6 我们就得到 c q 会等于 exponential负的二分之 q平方 乘上hq 那你说b跑到哪里去 反正我hq也还没决定 我就把b吸收到hq里面去 OK 那这样子就OK了嘛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 因为那边是6嘛 这个叫6之1 OK 好 我们把这个呢 记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了 我们把6之1呢 带回第四个式子 带回这个 带进来看看 带进去结果呢 你发觉你得到了这样子 好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呢 其实就有一个名字的 这个叫做hermite equation 好 现在的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第八四怎么解 假设我把hq解出来 我是不是把它丢来这边 那我的这个解就解到了 对不对 顶多我把q又带回去 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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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在这儿 q又带回x 那我是不是得到 pc在xbasis上面的一个形式 顶多最后我在normalize 前面乘三个系数 让它的期望值的本身呢 等于1 这样子 大功告成 对不对 好 现在怎么来解这个 我们先看一看一下 这个prong 是对谁微分 因为它是Q的变数 所以我们对Q微分 记住 这个prong都是对Q微分 好 我们看看 相当于说 这边有个二阶的Q微分 这边有个一阶的Q微分 前面乘三个你微分的对象 微分的那个变数就是Q 这边呢 ε 是什么东西 ε是一个dimensionless的一个数字而已 再乘三个HQ 所以这个也是个线性方式 linear 又等于0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 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来解 没有办法 OK 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就采取最笨的办法 最笨的办法就假设 你也知道 管它三阶二十一 你写得出一个解 就是一个函数 我都可以对它展开来 对不对 我可以用tidal展开来 全部展开来 它是不是变成一个 那个变数的 的多像式 是不是叫多像式 是啊 OK 我还是名词用错 你们要告诉我 那这样子不是很简单吗 所以管它三阶二十一 它一定有个解嘛 对不对 没有错啦 我们就 我们假设 HQ 等于某一个形式 然后你对它展开来之后 它一定可以变成怎么样 A0再加上A1乘上Q 再加上A2乘上Q平方 再加上A3乘上Q的三次方 一直加下去 加到无穷远 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做嘛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啊 但这样太丑了 写一个感觉上 比较高级一点的 OK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等于说我们现在要求HQ 不晓得怎么求 假设我每一个系数 都求出来了 是不是相当于 我已经求到了 对不对 我们就变成 我们要求一个HQ而已 但现在变成要求N个 无穷多个 系数 当然你会说 会不会自投没去 但是没办法啊 你直接解就是解不到 我只好靠迂回战术 对不对 开车开到一半 前面堵车了 你当然要要转啊 OK 那这样子才比较好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来了 好来我们把它微分一次 微分一次之后 我从这边看看 一个微分之后 它不见了嘛 所以等于A1 再加上 两倍的 A2Q 再加上三倍的 A3Q平方 这样一直下去 所以这个会等于什么 Summation K 你看它是从1开始 等于1到无穷远 AK 不对 K要 微分下来 K乘上AKQ的 K减1 对不对 这边有两次微分 再微分两次 再微分一次 这个再微分 这个又不见了 这个又变成 2A2 再加上 2乘3 乘上A3的Q 一直下去 所以它又会变成什么 它又从第二项开始了 Summation K等于2到无穷大 K乘上 K减1 AKQ的 K减2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将三个形式都写 都拿出来 整个带到第八式里面 重整一下 好 那我们通通把它带进去 带进去之后呢 这第八个式子会变成一大堆Q啊 Q变成我们变数嘛 它本来就是变数 我们将每个变数的order 全部都写起来 所以这一带进去之后啊 第八式子呢 一定会变成一个什么 乘上Q的零次方 一个什么乘上Q的一次方 那一个什么Q的两次方 一个什么的Q的三次方 等于零 几项 无穷多项 这个时候它要等于零 只有一个状况下会等于零 就是每一个系数通通都要等于零 要不然它不会等于零 那每一个系数都等于零 我们就把系数大概写一下 第一个系数 A0 会等于零 这个系数呢 是第一项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A0 因为A2H0是常数嘛 对不对 我们都已经知道它是等于什么 一个dimensional list的一个常数 在哪 在这 21 A1 over H8 omega 对不对 所以 位置数是什么 A0 A2 但你一旦知道A0 就知道A2 OK 好 再来下一个 下一个你在写的时候 它会变成什么 这个会等于零 这一看也很棒啊 前面的A的前面的 因为A都是位置数嘛 你知道A1的 就是到A3 OK 继续来 再来呢 会有这一项 这一看也很棒啊 你知道A2就可以知道A4 这代表什么 我知道A0就可以知道A2 知道A2就可以知道A4 所以偶次项的这一大串呢 我只要知道一个 其他统统都知道 同样的 G次项呢 知道A1 后面统统都知道 所以我们本来是说 从一个问题 HQ是什么 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把它转换到 这样子变成N个 无穷多个位置数 这些A都是要解的 但是 一带进去发觉 我们只剩下两个位置数 A0是什么 A1是什么 就解决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样一路下来的时候 最后啊 可以写成 大概是这样的形式 或者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 AK加上R 等于 负的 F减掉1减掉2K 除以 K加1 乘上K加2 的AK 这个 是我们的循环公式 你只要知道前面那个 后面这个就知道 OK 这个 注意代表上面这一整串的东西 好 第一个 我们有最左边 第一个式子 那个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式子呢 它告诉我们的一个 修丁库恋恋恋恋恋恋的 表示 在我们现在的Simple Harmonic Oscillator的 未能下面 它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呢 就变成说 我们这个地方啊 那个是什么 X是不是 X平方 再加上 什么东西 贝塔 减 α平方 X平方 不是 等于0 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个 我们希望我们的目的是 一路解下来 把这个解出来 OK 最起码 现在问题是解不出来啊 所以呢 立刻呢 就转变 我们呢 怎么转变 我们把它转变到Q 准备到Q的时候呢 加上 ε最前的Q平方 这个是没有Dimension的 但是呢 结果也一样 因为这个跟上面这个 还是一样解不出来啊 对不对 只是转换到另外一个 Scale上面看而已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这是更进一步 我们假设 它可以写成两个形式 假设它的解就是这样 等于说我们直接跳过来的 希望都没了嘛 对不对 都会撞墙嘛 所以我们现在绕道 绕道那边去 这个一来的时候 我们也不晓得 那个PersiA是什么 HQ是什么东西 但是呢 我们就利用 当Q等于 趋近到无穷大 这个无论如何 一定要趋近到零 的这个特性 我们就决定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都这种东西 都在这种形式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回来之后 再把它全部带回来这边 所以这个呢 经过这边之后呢 它就会进化 我们皮卡丘又再次进化 只要知道这个就好 是什么 实际上是太远了 我才看不到我了 负2Q H8 加上 F0-1 太好了 所以说 假如说 我能够把这个解出来 因为这个已经解出来了 这个解出来 那是我整体就知道了 就会知道它 对不对 所以就相当于说 我这边呢 要有个 我看看 我把它分成两段 好不好 重新重新重新 重新画 图要画漂亮一点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呢 做成 第一个 已经告诉我们 要趋经营零 Q趋经营零 无穷大 在这个时候 已经告诉我们 φA要等于 对不对 所以这个已经求出来了 另外再来 它会得到HQ的 对不对 那这个解决了 现在只要再把这个解决 就好了 就这个在这边 一看还是不会啊 不会怎么办 再转 继续 好像你没 没选择的T态道路 通通都堵塞了 OK 那只好一直 一直T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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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要回台北 发觉一号不行 高速公路一号不行 看看省道一号不行 高速公路三号不行 省道十七号不行 那就只好一直 往右边推啦 对不对 到时候省道九号 也不行 那就掉下太平洋了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只好 搭船回家 就不要开车嘛 来 总之我们就一路的替代就对了 好 替代下去呢 发觉没办法了 我们只好用最笨的方式啊 假设把它展开来 不就得了吗 所以呢 我现在将那个位置数啊 一个一个呈现出来 这一边的位置数是谁 但没办法 只好转到Q变数的 但是没办法 只好转到QA跟HQ QA得到了 哇太爽了 现在剩下HQ HQ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只好把它展开 那管它了 所有东西都给展开了 然后呢 只要它收敛就好 那剩下的问题是谁 AK是谁 对不对 所以AK要是能够解决了 是不是HQ又解到了 等于说我们要想办法 从这边啊 呜 绕一圈 绕回来 HQ解到了 然后这个呢 pump进来 没办法 我没办法画3D的 这个呢 把它pump进来这边 这个呢 把它pump回来这边 那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得到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地图 所以你知道它这样子转 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一步一步做就对了嘛 OK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只要一样东西 耐心跟好奇心 迷路了 不错啊 它可以带你到 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这不是很棒吗 对啊 对啊 没有游的时候就推车啊 这也很棒啊 可以运动运动啊 对不对 OK 所以 OK 好 那我们现在走到哪边了 我们走到这边 我们就是要解决 AK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当然到这个地方呢 本来在这边的假设 AK有无穷多个位置数 但算到这边的时候 他告诉我 你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只有两个位置数而已 哇 突然间的 Worry啊 一大堆Worry啊 心就什么 撑下来了 对不对 本来睡不着觉 现在可以睡得着觉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很放心的 可以继续前进 OK 假设你还睡不着觉的话 建议你把录音带借回家看 看一看 保证你睡着 对啊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来 你看我都已经抄在这边了 那右边是地图 左边是记录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继续了 假设是这样子 好吧 那我们通通把它带回去 通通把它带回去 这个赤子 带回去这个 因为已经知道AK是什么样的 我们把它带回来 好了 这个叫8自1 随便 反正我们自己定了嘛 好 通通把它带回来之后呢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HQ呢 就可以写成这样 A0 我们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样子一看一看 多棒 本来我们所有的A都是位置数 但现在只剩下两个 因为后面A2除以A0 都可以由这个循环公式得到 对不对 A3除以A1 也可以由循环公式得到 所以事实上后面的这些系数 都已经是已知的东西了 现在只要知道这两个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Q逼近到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收敛 一定要等于0 而且不管在任何地方 HQ不能发散 一发散之后 你哪里有个微方选是无穷大的呢 那没有意义啊 所以它一定要收敛 所以现在就很麻烦了 我们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收敛 我们怎么知道它会不会收敛 对不对 那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来评估一下 到底它是什么 OK 我们由第九个式子 OK 它告诉我们 假设你把A1的K加上2 除以AK 后面那个式子 除以前面那个式子 它可以逼近到K分之二 当K很大的时候 它可以逼近到K分之二 那我们也不晓得K分之二 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 因为HQ 它是以这样子逼近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式子 我们看有一个叫 Exponential Q平方的 它会等于什么 你把它展开来之后 它会变1加上Q平方 再加上1分之1 Q的四次方 一直来 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的2K次方 1Q的2K次方 除以K的阶层 再一路下去 假设你把它前面的系数 叫做B 你把它B K加上1 除以BK 你发觉 它也逼近到K分之二 也就是说 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面呢 我们可以说 HQ呢 Goes S 它是有个趋势 跟Exponential Q平方的趋势 是一样的 那么假设是这样 我们本来的解答是什么 我们的解答是 HQ前面再乘上一个这个东西 那假设这HQ呢 是这个趋势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 Psi呢 它会等于什么 以什么趋势在中 Exponential 这是6至1嘛 对不对 6至1拿进来 它前面是Exponential 负2分之Q平方 后面乘上HQ HQ不是类似这个形式吗 我们要乘进来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Exponential 2分之Q平方 它告诉你一件事情 很重要 假设HQ就是这个样子 你乘来这个地方 虽然说前面看起来 这个要收敛 但是这个发散的速度更快 最后两个乘起来结果 是等于一个正的 Exponential 正的一个值 所以当Q毕竟到无穷大 它就发散掉 我们不允许 这么状况发散 我们当初之所以选择 前面是Exponential 负的 就因为到了无穷远处 它一定要收敛 对不对 微方形要等于0 那假设它发散 有什么好玩 那算个老半天 就发觉它发散 无聊到极点 但这个时候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强迫它到什么地方呢 它就停下来了 我可以加加加到很后面 然后某一项 咔嚓就把它切掉了 也可以 那我要怎么办 它等于这一项之后 通通都被截断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会告诉我们Expon 可以写成2N加1 OK 到了某一项之后就不见了 那Expon可以写成2N加1 在这边 假设K等于某一个N 之后要等于0 那是不是代表Expon 那分子一定要等于0 那K项存在 后面就通通不见了 对不对 那什么时候 它可以截止 就dependent这个Expon 刚好等于假设K 因为K只能整数 我代表它等于0的内向 这个等于0的内向叫N 那它们是不是Expon减掉 2N加1 那之后每一项 全部都截断 对不对 我就这样设定 就让它是这个样子 OK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 我们从这边来看 老师等一下等一下 我们这边有分偶次项 跟G次项 那我N到底是偶数还是G次 所以我们就做这样假设 If N等于G次项 G次项是什么 是这个 一直加加加加加加到DN项 之后我们强迫把它cut下来 就没了 那它一定收敛嘛 对不对 但是这项怎么办 这项我们没有控制到它 那简单 我假设A0等于0 我们这样设定 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G次项的一个上 就得到一个HQ是只有G次项而已 那同理啊 假设N等于偶次项 那我是不是偶次项这个加加加加加 加到什么地方 结断 收敛 那G次项怎么办 我就令A1等于0 这样子我就会得到两个不同的解 一个只有偶次项 一个只有G次项 一个只有偶次项 反正想起来也是对嘛 因为我这个是二级VN方程 二级VN方程你要几个解 两个解 现在我果真得到一个HQ的解 这个HQ存在这个地方 它可以是G次项或偶次项 G次项是一个解 偶次项也是一个解 最后混在一起的 好像变成只有一个解 因为我把偶次项 G次项通通都放在一起 通通都是它的解 OK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可以完成 HQ S Conversion OK 那我们就有解了 好 那我们这样子做是干嘛呢 它代表了什么物理含义 我们很想要知道 所以我们将这个很重要的式子呢 把它延伸一下 OK 这两个是11个式子 OK 我们把它延伸一下 延伸一下怎么延伸呢 HQ等于什么东西 HQ等于什么 哪里有HQ 这 它是不是21除以H8Ω 所以HQ是不是等于 21除以H8Ω right 这个是第几个式子啊 反正是那边的 某一个式子就对了 那这样整理一下 1 1不就是我们要求的 Igon value吗 对不对 等于什么 H8Ω 221除变的N 加上1 2分之1 就原来 这N是什么 N是由我们设定 要让HQ停下来的N啊 我爱怎么设定就怎么设定啊 所以N是不是等于 所有的可能的整数 对不对 N就等于所有可能的整数 所以N呢 会等于0 1 2 一直录下去 原来这样子一来呢 我们的1啊 不是连续的 它跟N有关系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子 我们的V function 会变成什么呢 这样整个我们整理下来 我们呢 Q呢 它就直接乘上HQ就可以了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1呢 本身是N的函数 H8ω N再加上1 2分之1 太棒 我们呢 就把这个解出来 这是第12个词词 大功告成 爽不爽 对不对 等于说我们 你看解到这个地方 我们发觉 AK 我有办法 AK有一个什么 循环公式 Recursion Relation 我们有个循环公式 然后呢 我们设定呢 这个K啊 terminate的点 对不对 当呢 K 等于N 就可以把它terminate掉 那这个时候 你要达成这个目的 Epsilon 一定要等于 2N加1 是不是2N加1啊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terminate掉 最后结果带回来 带回来 就变成 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我们就可以了 看起来 好像也没太难嘛 对不对 好 这样子的 我们就一路了一路了 就把它挤回来了 OK 挤回来之后 这边要怎么办 这边要怎么操 操什么 操 let Apsilon 等于 2N加1 OK 这个是为了要把第九四把它 让它这个无穷大的极限 把它解断下来 所以我们就得到 5Q H呢 就变成N个 OK 而且呢 1N 等于H bar Omega N再加成2分之1 好 假如说我们很熟悉这个东西呢 我们现在来画一个 画一个东西 我画在这边好不好 反正这边根本就跨不过去嘛 对不对 我们呢 有一个位能 泡物线的位能 这个是X 它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的能阶呢 可以切成好多个能阶 但有个特色 每个能阶都是等句的 N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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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2 13 就这样一路上去 各位可以把这个equation画一下 就发觉它是个damping的 它是一个oscillation的 的这个图样 比如说第一个呢 它的长相啊 就有点像这样子 OK 类似这样子 第二个呢 OK 第三个呢 OK 它微function 你就可以求解出来 目前呢 我们得到了 它都是这个样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在假设这个震荡的时候 是假设它在它平衡点的位置 附近做一点点震荡 而且是假设是理想的弹荒 假设不是呢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时候你的状况绝对不一样 对不对 那真实的状况呢 我们的未能啊 可能是长这个样子的 我们未能可能是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呢 跟这个抛物线 抛物线我们只可以比拟这个地方而已 就这样子而已 但事实上呢 它的范围不一样 那要是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你要是下去解啊 你会发觉一件事情 我们的未能啊 稍稍微要改写一下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它未能啊 比如说呢 有一个逼近的状况 它未能可以写成这样子 比如说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你下去解的时候 当然别人解过了 它告诉你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哇 这看起来很负责 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它这个时候 能接不再是等距离的 因为等距离只有前面这一赤子 后面这个赤子告诉我们 它不再等距离 它随着n的增加 它要减掉一个数字 所以它本来每一格 越往上面呢 要减掉的 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到的未能呢 就类似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OK 越来越紧 这个才是真实的状况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怎么了解 它一定会越来越紧 越来越密呢 想起来很简单嘛 这个未能相不相当于 我们这边有个 下面呢 是比较小的 比较窄的 的 Symbol harmonic的 的未能 上面 是不是像是比较宽的 Symbol harmonic的 未能 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 我们在解 无穷方井的时候 你很窄的时候 怎么样 这个间隔都很宽 对不对 因为间隔跟 这两个宽度 L平方 乘反比啊 很宽的呢 未能井呢 比较 这样子 这更宽 的未能井呢 那不是密到一塌糊涂了 根本就化不完了 你就想象 它从下面开始 类似它 所以一接一接 比较宽 越往上面呢 它这个未能井的 宽度越来越大 就越来越窄 到了这边 这么大的时候呢 就很小 意义就是这个样子 OK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 很多我们所想了解的东西 OK 所以要请大家 多多注意 这个事情 也就记住哦 很多东西 你用简单东西来模拟 有它的限制在 你不要无穷去扩张它 但是假设我能够用一个 普通物理的概念来模拟 我干嘛去想太复杂 它可以引导我很多思维的路线 让我可以更了解 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OK